大家好 今集主題又是榴槤自助餐 不過這次的榴槤自助餐 和之前介紹的都很不同 第一不是在商場裏面 第二種類也不是很多 第三也不是在市中心 較為遠一點 但也挺有趣 值得給大家看看 新鮮榴槤一塊塊上 究竟這裡是賣多少錢 除了吃榴槤之外 還有什麼吃呢 閉門吃榴槤 對呀 還有文哥廳 收穩的給大家好 又是Woger Wu 胡惠聰 看到醫生打扮 都知道我也是介紹榴槤 沒有在榴槤自助餐 之前介紹的Icon市 外面的榴槤榴槤自助餐 已經沒有了 不需要再去 對呀 反而在去面都21 也會有這個榴槤榴槤自助餐 什麼時候呢 遲些再說 現時就是一間店舖的外面 這間店舖 主要吃榴槤自助餐 價錢很貼地 四百多匹有交易 是四百多匹 便宜過之前 Central World和其他商場 但是地點有點遠 在檔門機場附近 咦 這樣是製便宜 但是來往都很麻煩 還有車費都差不多 那這樣說 有些人是喜歡地道草根 越遠離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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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也有人會責怪我 就是介紹地方那麼遠 怎麼去呀 車費都要回到這麼多 是的 但是都是這樣 這個呢 首先看看這裏的環境 和商場 和一些室外地方比較 是完全不同 一組兩個姐姐就來吃榴槤了 沒錯 就是499 499人吃榴槤 可能會有其他花生的 是沒有的 這個主要是 499人吃榴槤一粒中 但是呢 就有這個拔體 即是泰式炒河 還有一些任的食物 當中任的食物 還有榴槤的成分 這些都是榴槤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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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沒看過客 來到這裏呢 除了吃榴槤 還會吃它 吃炭 不是 用炭來炮製什麼 炭火炒核泰 泰式炒河 這裏的泰式炒河 也是免費無限供應 所以免費就是包在自助餐裡面 所以都頗受本地人歡迎的 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散餐 可以任你叫 價錢都叫做地道 這裏的榴槤自助餐 每天只有四輪 分別是11點 12點 下午4點和5點 每輪是一小時的 一直到5月底 那價錢 499匹 因為主要是吃榴槤 和一些水果 還有一些新鮮炭魯煮的榴槤 還有一些蔭的食物 這個蔭的食物相當獨特 為什麼呢 因為有榴槤在裡面 我來試試 就不夠榴槤 有腸 今天不吃腸 又有蝦 酸酸辣辣的蔭 但加了榴槤 吃進去 頗有口感 還有少少辣 酸酸的 有脆 果然夠特別 但更特別 就是在這裡吃的地方 除了有室外 也有室內 一般我在商場吃 總是在室外的地方 沒有冷氣 熱 辣辣辣 而且就這樣吃 沒有東西 但這裡不同 因為室內有冷氣 在這方面 隔著吃榴槤 嘩 味道真是大家 齒隔臨香軟 要什麼 擾糧三日 真是正 而且還有Live Music 沒錯 聽著Live Music 來吃榴槤 試過沒有 這裡就有了 這下真是不得頂了 大家在冷氣房之中 聽著Live Music 聽著文歌 一邊嘆榴槤 一邊聽歌 簡直是 輕歌妙韻拌榴槤 大家吃得都不知幾滋味 最緊要 有冷氣 不怕熱身 這種享受 真是第二度 給不到你 其他那些 譬如 Central World 外面 Paragon 外面 那些 全部沒有冷氣 而且 亦都不會有Live Music 給到你 據聞 一到星期六 這裏坐滿人 大家來 除了吃榴槤 還有其他水果 任何人選擇 看得兩看 你一定想問 究竟廣東味 這裏在哪裏 我們就附設了一個 Google Mac Location Share 大家按一下就知道 在這個 檔門機場附近 所謂附近 是走不到的 不要想著 下機或上機之前 走去吃 大家也要轉搭的士 或者GAP 再進去才行 嗯 基本上 我不是一個榴槤粉絲 但不介意去吃 也喜歡吃 但不會追來吃 適可而止 要吃的榴槤品種 不會超多 不會有十多種 只有一種兩種 最重要是有網燙 就是金枕頭 眼前全部都是金枕頭 雖然說 每天只有四個時段 但根據店主所說 若然你一供人來的話 15人以上 可以安排特別的時間 特別的房間 讓你在裡面吃飽 但也要提醒大家 雖然四百多匹這麼便宜 但地點真的不接近 若然 即是你要叫GAP 或者叫的士來的話 你一個人就輸了 即是基本上 的士來回 你差不多吃了一餐 如果有三個四個 那你就會贏 大家不妨留意 至於說 我沒有怎樣教大家 來這裡 因為只能坐的士 你不跟我說 即是不跟我說 坐巴士去到哪個位 再轉 這個 電單車的士 再轉去 對面馬路 然後走過來 街口 轉入 不要跟我說這些 如果你要來 你根據我 GoGoShare 跟著直接坐的士 叫GAP 就行了 不過現時 叫GAP 也好 總會有些困難 可能要等十幾十分鐘 才有車 甚至有機會 彈你 cancel 也有可能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那麼難 這個介紹的人來 都說了 有人喜歡這些地道文風 有很多 居泰國人朋友 他這麼受歡迎 就是因為 介紹一些遊客意外的地方 大家就很喜歡看他 但是也有人覺得 他這麼遠 根本就來不到 介紹多遠 就是那句 你看完星球大戰 你可以去星球嗎 你看完這個南極鐵臂 你可以去南極嗎 那就是百貨賣百客 說到尾 現時 又或者接下來 除了這裏之外 馬谷市中心 會不會還有一些榴槤自助餐 是有的 大家留意我的介紹